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好 我是在青埔住了四年的自助客 我不是投资客 那我也没有想要卖房子 或者是做任何的有关商业行为 就很简单只想分享 住在青埔这四年 最大的感受以及心得 那我就先简单说一下 青埔现在的十一住行部分 现在目前在青埔吃东西是很方便的 其实第一如果说你想要吃东西 有华碳民品层 有IKEA 还有A19 贯德百货 那如果说在旁边一点的话 还有大江百货 只是大江它是在高铁青埔的 算是外围一点 那一般开车的话 也是大约八分钟左右 就看你从A18还是A19还是A17过去 其实都很近 那骑摩托车也是大约十分钟左右 所以如果你只是想吃东西 那其实很方便 那早餐这边 A17 S8 S9都有早餐店 如果你只是想要吃早餐都有 那午餐你就会有很多选择 可以去OLED去大江 还有去A19站 那如果说不去百货公司吃 现在的便当就是那种自助餐 还是火锅店 甚至就是买便当 都已经很便利 吃面 等等都有 当然它的应该讲说它的用餐的选择性 当然没有比中利还多 但是如果暂时就是简单生活是够了 你如果不再加一组 就简单要去外面吃 都已经有很多选择 只是最大问题就是在星期天的时候 有很多店就不开 你如果在青浦 星期天 你只能到百货公司 像去大江 華泰明明城 跟A19 你如果说像平日在开的这些便当行 很多都是星期天不开的 甚至有时候比拜六晚上 就是有可能有些是中午有开 有些是晚上才开 有些是只有中午才开 晚上是没有开的 等于说有时候你吃东西 你有可能要事先去看一下 这家店的营业时间 所以吃东西部分 我觉得现在已经很丰富 像目前在S8部分 S8部分 除了你如果不往華泰明明城那边走的话 你就是往IKEA这边走 其实已经有 目前我知道就有砂锅粥 有铁板烧跟麻辣火锅 已经有很多可以吃的东西 但还是商圈不够聚集 我们目前整个高铁有三个捷运站 有A17 A18跟A19 目前你如果是要吃东西的话 其实已经有星辰商圈的地方 其实只有A17的大元国际高中 就是在学生大门口旁边 大约有七八家或十家的餐饮 就是如果你要吃东西 你如果在A17要去吃东西 就只能在大元国际高中旁边 才能用餐 那其他地方就没有什么餐厅 那再往A18走 A18的话就有华泰明明城 华泰明明城旁边的星光云城 那边都有吃的东西 那如果你是往下面走 就是往高铁大门往下走的话 就是往大江的方向 他吃东西就没有那么聚集 就比较少 到时候我会在地图上 会稍微标示一下 那主要真正吃东西 反而是聚集 比若正要吃东西的选择性比较多 目前比较成熟的部分 就是在清卜 在清卜国小 在清卜国小那边的饮食的 就是它的商圈 就是如果只要吃东西的部分 目前比较聚集的 比较热闹的用餐的地方 就是聚集在清卜国小 在清卜国小算是它的后门 那边已经有初步的一个商业圈 就是你不管是要吃东西 还是晚上吃宵夜 都能够在那边买得到 那边也有便当行 也有全家 也有7-11 就是那边已经初步的一个商圈了 那边也是有很多补习班 目前最热闹跟商圈聚集 都是在清卜国小旁边 那另外的商圈就是在清卜国中 清卜国中那边也开始已经有商圈了 那边就是有补习班有吃的 但是选择性就没那么多 但是已经陆续开始有商家入住 如果说已经有商家入住 已经有很多商家入住在清卜国中旁边 但是你说真的有很多选择 倒没有 但是如果持有用餐那边 已经算是有慢慢的有商圈聚集了 那再来就是在清卜国中 在往右就是往右边往右边走一点 就是靠近在清唐园那边 吃东西那边也开始有慢慢有聚落了 再来 呃 除了这边以外 你如果要吃东西就变成很零散 很零散 目前全部这边吃东西 如果说你去想要吃东西比较多的地方 目前在A17就是在大园国际高中 A18的话就是在清卜国小旁边 有聚集商圈 再来就是清卜国中旁边也有小型的商圈 所以一般我们买东西或吃东西都会选择 在这三个地方比较多 那其余的话就很分散 就是吃东西就很没有聚集 所以你就是要自己上Google看一下哪边有 那现在除了吃的以外 如果说小朋友一般我们关系是吃嘛 吃的部分就只有礼拜天比较麻烦 可能就吃东西没那么方便 所以你有可能星期天的时候 你要么就去商场吃 要么就是去中壢吃 那在交通部分 其实在清卜我最喜欢的是它的交通 清卜的交通 像我们从你如果不坐机 它有高铁 高铁它去新竹很近 我记得是十分钟 好像十分钟就可以一个站就直接到新竹 那到达新竹之后其实那边也很繁华 那如果往北走的话就是板桥 板桥只要十二分钟 就直接到板桥了 到台北火车站只要十九分钟 我觉得这很方便 其实平常我很少坐高铁的 但是一旦有一些事情要去外出 那必须要到台北的时候 我就会发现如果你不想开车 高铁就很方便 高铁就直接拿悠悠卡 直接刷卡去做自由做 就可以直接刷了就进去 也不用再买票 那便利性很好 那高铁这边我有发现 如果说高铁这边 如果说我们是上班族 就是在台北工作的 那高铁这边它有月票 其实它算下一个月好像是四千多 还是六千块 这个要查一下 就是其实它的交通费没有很贵 只是在上下班的时间 在高铁的上下班时间 说真的人很多 一般都在七点九月 其实高铁已经开始有人潮 你一般是没有座位做的 那就只能站票 那如果到台北市 其实十九分钟也不久 那就站一下就到了 就是说在尖峰 就是上下班的尖峰时段 坐高铁的确 就你有可能没办法好好休息 但是就是你交通时间就很短暂 那高铁这边很方便 那一般我们通常不太会做集结 因为集结说真的它很久 你如果从S8直接到台北火车站 将近要九十分钟还是一个小时 我记得是九十分钟还是一个小时 反正就是很久 而且中文是票价是一样 你如果做集结或者是做高铁 一样是从陶峰高铁站 直接到台北火车站 就是做集结跟做高铁的票价是一样的 但是时间不一样 就是很快 十九分钟至少要一个小时 所以高铁你不用的时候呢 不觉得好用 但是当你真的有需要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便利 高铁真的很便利 去台北太快了 比自己开车还快 你开车还要找停车位 而且又远 那再来如果要出国的话 目前青浦最好的就是 经常要飞来飞去的很最好 所以青浦这边有很多像空姐啊 机师就是只要经常要搭乘航空的 就是经常要飞来飞去的 其实在青浦是最棒的 因为在台湾其实 台湾最大的机场就是在陶影机场 你说高雄机场也有飞 但是它航班没有那么多 在松山机场也有航班 但是也没那么多 那陶影机场现在目前是飞机航班 而且选择性是最多的 那像我们如果做机节到机场去 其实也只要19分钟 做机节也几个站 所以很方便 有时候你出国想要回来 如果不想搭计程车 就直接做机节很快 一下就到了高铁站了 而且高铁 青浦这边有三个机节 有A17 A18 A19 所以说真的不管你住在哪一个 机节就是哪一个 哪一个站都很方便 要回家或搭 或搭机节要出国都很方便 如果你真的就是不想要搭机节 要坐机程车 其实我自己有 我经常搭飞机 那我家是因为自住在A18 如果从A18这边 搭机程车过去 机场的话 其实大概都在350左右 350左右 上下 有时候330 有时候看车况 反正一般都在300块左右 其实也不贵 所以目前 在陶影机场 在青浦这边 我觉得它交通是最好的 那我们先讲 我们刚才讲的是大众交通 公车部分 我就比较没有在搭 所以 比较没有办法什么分享 一般如果我要去市区的话 有可能就开车 或者是新摩车 反而方便一点 因为你坐公车的话 要等 对 所以我觉得比较不方便 那如果说你开车 我们在讲如果开车的话 其实目前青浦这边的交通很便利 第一 如果你往A19 就是开车往A19的方向 它能够接有2号 2号能够直接到机场 也可以直接到 反正就是2号接1号跟接3号 比如说你不管是要去 中立 中立市区 还是要去桃园市区 还是要去大西 要去巴德 要去英哥 就是 因为2号接 2号可以连接1号跟3号 总结就是它这个 往北的交通非常便利 我觉得它 反正你从高铁站这边 你往北走 你就去跑去接2号 2号直接接3号跟1号 所以往北很方便 你往南 其实目前我们 就是大江方向 它也可以直接到 就是A18这边一直往前开 就是从大江方向 也可以直接上闸道 它就直接是上1号 那你如果往A19的方向去的话 就是 其实它也能够接66 66快速道路 66快速道路 66快速道路也可以接到1号 或者它甚至有横向又可以到大西 如果说高铁刚好是 青浦它的A18 刚刚刚在中间 中间 你往A19这边 就接2号 接1号 接3号 往北 如果说你往 icherung 不要过 好像把 clouds 阻美方向 往阻美方向 fallen 可以直接接到66号 66号又可以接1号 或 它甚至有横向和到大西 如果你是さ 8圈 你往下走 往下走 便是大江方向 所以它的交通很便利 再加上目前A19在那边 目前政府有规划 到时候还会再多做一个 扎道 到时候 它会舒缓目前 轻薄的拥堵的情况 到时候如果等A19的扎道 再做好的话呢 那交通不得了 你看开车又很方便 北上南一下都很快 那如果说你不想开车 你搭高铁 其实都能够到台湾很多城市 其实很方便 搭配机就方便 所以我觉得交通来讲是没得说的 但是目前青浦因为 我在18年的时候开始住的时候 发现青浦的车流量跟人口没有很多 但现在 在前两年 其实就尤其是华台名品城的 第三期开幕之后 加上IKEA也盖好之后 只要遇到礼拜五晚上开始 其实礼拜晚上就是在 休假期间 我们青浦这边就很塞了 尤其是我们要往北走 从二号接一号跟三号的时候 加上上下班时间开始很拥堵 这是我现在目前觉得很不方便的地方 还有你如果从青浦这边要到中立市市区 就是只要是在上下班的尖峰时段 很抱歉车很多 那像因为我们要到中立区路又很小 那车流量又多 所以目前最大的过病就是 如果是在假日 连续假日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要回腾一下不容易 你留如果从北部要回来 你会发现整个路上都塞住了 尤其往那个 就是你一号接二号往青浦的方向 你会发现从要下闸道开始就大排长龙 一直塞了 所以一般我都会选择不走那边 但是一方面是高兴 一方面就是回到家不方便 但是整体来说你只要避开这个时段都还好 反正就是上下班时间 以及就是假日的时候呢 就会有拥堵的情况 对 总之一般塞要塞40分钟到一个小时 还是只是现在哦 等到以后会不会更塞我不知道 那目前交通 交通大厂是这样 那在青浦这边 我觉得主要就除了交通 还有就是吃东西 再来就是生活机能 那生活机能其实如果你要买东西 outlay也很近 就是买一般 就是父亲有很多商场 像目前青浦这边已经有保雅 就是保雅最起码已经有两家 一个是在星光影城那边 一个是在A19 所以你如果要买一些日常用品 保雅就能解决 A19有佳乐福 你可以买东西 那再来目前整个青浦已经有两间 有两间全联 一个是在A19站 一个是在A18 目前整个青浦没有菜市场 但是如果你只是正常要买东西 买东西其实都能够满足日常需求 那青浦这边有的加油站 也有加油站 就是从中立到中立到青浦 有就是至少以在附近来讲 至少有三个加油站 所以很便利 就是如果说你要加油 你也不用怕没有地方加油 交通又很便利 那要买东西其实日常用品都买得到 所以就除非说你想去菜市场买 要不然一般我们就会选择就近 在全联这边就在全联这边买 因为反正也有卖蔬菜 也有卖一些食材 你就可以买就可以直接回家 如果说有想要移居青浦的 你们要先考虑清楚 其实之前要搬来青浦之前 其实我有在 就是整个桃园的整个重华区 其实我都有去看过去比较过 甚至我有去台中的重华区 就是我有比较很多 其实我觉得你目前 青浦这边它的潜力是最大了 我个人是觉得如果不管是要自助 或者是要投资 我是觉得青浦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因为它是外国人 他们当初最早的航空城计划是 外国人移到台湾的第一站 就是要引引引引他到青浦这边来 所以青浦这边会有娱乐 有交通 有就是生活机能 跟有就业机会 总之目前我在青浦这边住 我觉得一切都挺好了 我也确实就是很不认诺 目前还没有很繁华 就是说吃东西啊 还有到处都在盖房子啊 就还没有那么的繁华 不过我觉得一切都还可以 因为我也比较喜欢这种 新的规划 新的重华区 没什么车 没什么冷 后来就是 平常去跑跑步 去散步 各方面你会觉得很舒服 那整个地方都很干净 后来 总之就是我喜欢这种 这种环境 这种环境 你像如果像在中立市区也很好啊 但是就是 感觉 马路也小小的 后来 到那边都是车都是门 后来就是 总之我喜欢 我比较喜欢重华区的环境 因为现在目前年轻人都很喜欢重华区的环境 那环境是这样的 那 以上先分享到这 其实 其实 看大家 如果 如果有人 看到我的我的影片 其实如果有什么想要问的都可以问我 因为我本身 就是对这 我对亲谱很有 我对亲谱很有热爱 因为 早在 二十 应该是十几二十年前 其实我就很想在亲谱这边 拥有自己的房子 那时候亲谱的房子已经很贵了 现在很幸运就是能够在亲谱完成我以前的梦想 在那边 能够在那边定居 所以如果你们有任何对亲谱有任何想问的 都可以问我 那我 我 以后我也会陆续会跟大家分享 因为我本身我对房地产 或者是我对 亲谱 我自己都会去琢磨 我会花时间去了解 比如说S9 S8 S7 有什么不一样 那比如说 因为说实在话 有很多人他们也许有来过桃园亲谱 但是 他对这边还是不熟悉 所以我相信有很多想要来 有 有想要在桃园亲谱 买房的 就是要自产的部分 他们还没有深刻了解这边 S7 就是目前整个亲谱有三个季节 那三个季节又有什么优点 那有什么 有什么 有什么样的优缺点 有什么样的 就是有什么样的规划 其实以后我都会陆续的跟大家分享 就很简单 就只想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 亲谱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我觉得 老人家 小孩 都很都很合适 就除了念书 要要事情安排 念书事情安排的话就好 那 叙述起来的品质 我觉得挺好的 那 未来一定可以看到 亲谱一定会 越来越好 因为现在目前这是国家 重点发展的区域 那我觉得 未来 一定会更好 那 谢谢各位